中国共产党领导 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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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记者感慨 是怎样的精神支撑着一代代兵工人前仆后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从此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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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王的真农点是黄崖洞兵工厂 众多普通工人中的一员 在抗日战争时期 他发动群众开展生产竞赛 带领大家改进工具 多造炮弹 争抢速度 人员可能400发的时候 它已经480发了 那咱们的现代化的机器 这车窗 用电 他们用手摇都不可思议 在那样的情况下 能造成炮弹来 真的不中意 这就是他的一种信念 他的一种信念 1943年 真农点获得禁忌鲁域边区 新劳动者起手称号 这些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劳动模范 不仅激励着一代代的兵工人 也以其新式劳动者的思想和行动 启迪和构建着新中国产业大军 主人翁一世的基本内涵 尼智福曾任第十一届 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七届 第八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等重要职务 同时他以钻头大王的美誉 享誉发明界 曾经有一种在全世界广北应用的钻头 是以尼智福的名字命名的 尼智福在模型工厂当过学徒 后来又在上海第四机械制造训练班学习 1953年 二十岁的尼智福进入北京永定机械厂 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北京北方车辆集团 当了一名普通前工 实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之前任务繁重紧急 为提高效率降低钻头磨损 经过钻研与探索 尼智福打破了上百年来 麻花钻头刀口平直的常规 于1953年8月 创造性地将钻头磨成了 三间七刃的形状 当时总工会国家的组织 净赛可以比高低 我们挂了一个横幅 逆之符砖头摆摊 对门挂了一个张照理砖头 就跟你对着干 我说老尼 怎么样啊 敢不敢应战呢 敢 转出来以后 逆之符的砖头 不到一分钟 就是一百多厚的钢 十六个毫米 一下就打穿了 对门也同样打 断的当中 泥智福创新发明的钻头 被大家亲切地叫做泥钻 五六形泥钻 相继传入苏联 日本 美国等国家 被广泛应用 刀具虽小 左右很大 没有了金刚字 揽不着刺激后 它这个缺血的力变小了 它的刃的寿命提高了 一般的刃要提高了 三倍左右 我们国家现在 很多大机器 大机床 已经发展得很快了 很重要了 但是呢 实际上最后的 质型 在加工状态的时候 还最后要靠刀具来执行 1965年6月 泥智福在机械工人杂志上 郑重发表声明 泥钻是群众智慧的结晶 建议更名为群钻 此钻体现着 以泥智福为代表的 兵工群体 艰苦奋斗 不断创新的精神 讲述着人民兵工 默默奉献 不计名利的风范 魏凤英 一个靠在夜校学文化的 技校毕业的普通女兵工 1953年进入 沈阳东北机器制导厂 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辽沈集团当工人 因在技术革新上的突出贡献 先后13次 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本誉为毛主席的好工人 毛主席进入会场里的鼓掌 站起来 除了派红了 还嫌派的不想 毛主席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哪来的 做什么工作 我流出了信红的眼泪 一做了回答 毛主席对我说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你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 要好好学习 努力工作 毛主席对我的教导 不是对我个人的 而是对我们千年人的希望 对我工人阶级的希望 所以毛主席的教导 是我一生的主要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魏凤英用434天时间 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 接着用120天时间 又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 13年的时间 魏凤英共完成技术革新 一百七十七项 同事们说她是从来不走 总是在跑的铁姑娘 她希望把她的老门精神 要传承到我们年轻人身上 很愿意跟我们接队 我觉得咱们老一代的兵工人 这种艰苦奋斗 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学习 热火朝天的激情岁月 人民兵工奉献给祖国的 还有那些让人称奇的管理智慧 自1957年起 位于黑龙江的三家兵工企业 庆华厂 建华厂和华安厂 在管理实践中探索创造出 两餐一改的管理经验 由于三家企业名称里 都有一个华字 于是又被称为三华经验 加之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创立的三结合经验 两餐一改三结合 由此正式形成 并成为安刚宪法的核心内容 和重要实践来源 而向全国推广 两餐的意思是 干部参加生产劳动 工人参加企业管理 一改专指改革企业中 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三结合则是要求 在技术改革中 实行企业领导干部 技术人员 工人 三结合的原则 工人已经提高了 工人的创造性提高了 工人则也敢加强了 超恶完成应务 你们过去这一个人料 能打十个火 现在能不能打十一个火 那不是一个产品 那是成千上万的产品 那就成老了料了 在创立这些管理经验的同一时期 为了应对国际环境 和我国周边的紧张局势 党中央从战备需要出发 开展了一场三线建设 兵工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迁徙 为了落实毛泽 备战被皇位人民这个指示 才开始了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 对于偏远地区的发展 起了很大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 一些科研机构和工厂的悬址 一般遵循靠山隐蔽分散的原则 几乎与世隔绝 兵工人听从党中央号召 在三线地区先后建成了 三百多个兵工企业 洞牵兵工家属百万之众 1965年中央军委对常规武器装备 做出了以三打为重点的发展规划 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制约里 在摆脱仿岩仿制技术彻肘之时 人民兵工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1969年8月23日 国务院召开会议 部署反坦克武器科研生产 史称823会战 这次会战中 威悬破甲弹的研制成功 是解放军装备最多的 上万门85毫米加农炮和坦克炮 获得新生 新型105毫米无厚坐立炮 和100毫米滑膛炮 完备了师团两极反坦克炮序列 40火箭筒改型 射程提高两倍 破甲深度提高40% 尤其是红箭7-3反坦克导弹的研制成功 填补了我国反坦克导弹装备的空白 1973年 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中口径全天候全自动火炮 其二式85毫米高射炮定型 1974年 1974年 电击发电传动 可实现同时控制六门火炮 齐射齐停的 37毫米高射炮 研制成功 1977年 轻型化高射速的77式 12.7毫米高射机枪问世 这时候 防空武器体系家族不断增添新的成员 箭在武器研制方面 在双37毫米舰炮 130毫米大口径海岸炮的基础上 通过改进和优化结构 极大地提高了作战性能 三打武器井喷式的问世 标示着我国常规兵器 开始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 1983年12月 国务院做出三线企业调整改造 发挥作用的方针 决定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 提出三线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规划 此时的人民兵工 再次跨入新的调整时期 2009年7月 在中俄和平使命联合军演中 中国第三代主战坦克99A引人瞩目 这是我国三代坦克 自1999年问世以来 首次驶出国门 在这次军演中 这款坦克表现出色 1984年66岁的铸鱼生披挂上阵 指展国家新型主战坦克总设计师的率印 由于在抗战时期失去了右臂 行走有时会失去平衡 自己跌过多少跟头 他也记不清了 72岁 对新技术非常敏感 他是引领新技术的起手 发现新技术的剥落 扶着新技术的圆钉 至高点上更上一层 这是他的圆化 这里面有了一大批的新技术 我只是一名老兵 这是铸鱼生对自己一生最朴素的总结 卢仁峰16岁时进入兵工厂 当了一名电焊工 他给自己定下要学会 学好 学精的目标 1987年一次事故让他的左手丧失的功能 但他毅然拿起焊枪练就了令人惊叹的绝技 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焊接专家 应该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人 我记得那种我为了学那三本书 焊接工艺学 我能把那个住人有某一个地方做出一个坑来 天天如此 每天早上六点半都在坚持去那去学 在这种金属材料 它的碳当量极高的情况下 采用以往的传统的销正方法销正不了 我采用以变制变的方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卢仁峰发明的正反面焊接以变制变的方法 指生产合格率由60%提高到96% 周建民1982年参加工作 从一名普通的量聚前工成长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创新成果达到1000余项 作为一名技能工人 我认为没有什么捷径可责 我们只有不断地去学习 去练出自己过硬的一个技能水平 工匠精神我理解是这样 它就是一种技业坚守 对产品精益求精 精雕细琢 从99%提高到99.99%的 这么一种追求的这么一种精神 经过一点点摸索和实验 隆鹏墙逐渐在坦克新型火炮等科研项目中 成功解决了加工变形 振动 出口片等技术难题 突破了高强度合金深孔加工技术 深孔塘加工就是咱们这个炮管加工的时候 有时候它有这个技术指标 它要求好比这个弯曲度 好比差0.5的情况下 会造成这个产品报废 因为你这个弯曲度超差了以后 它这个炮弹在这个炮塘里的运行 它不顺畅 就过不去 所以说冰曲也丝毫不差 一代代冰工人 创新的是技术 传承的是精神 装备试验人员 一群特殊的冰工人 有一首叫《候鸟》的歌曲 就是它们反候鸟迁徙的真实写照 极端天气去高原地区 酷热夏季去极热地区 三九寒冬去极寒地区 我们国家的复原辽阔 要求我们的装备要全域 具有作战能力 冬季啊 事业最大的困难 就是比较寒冷 我们这个次装备的时候 一定要把所有的蒙窗口外都打开 给它动透了 这个时候让你去检验装备的设备 这种性能 任何一种武器装备 在完成总装之后 都要经过一系列极地测试和极端试验 用于挖掘装备的极限潜力 并且通过这种近乎于故意刁难的严苛试验 发现不足 再对各个制造环节进行修正 从而确保装备质量的可靠性 试装备同时也在试人员 寒区的时候可以多备一些保暖服 但到热区就没办法了 热区只能是靠自己的身体 去跟气候对抗 随着那个实验的过程 汗水就控制不住地下来 靠毛巾擦汗已经不管用了 就这样的话 把衣服什么的就全湿透了 高热 高寒 高湿 高海拔 不仅挑战武器装备的极限 也挑战着人的极限 高原缺氧 所以说人员上去了以后 就是特别的不适应 吃饭是要消耗很多氧气的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呼吸非常的困难 每个人都是满点通红 然后坐在那个地方就不停的闯 哪儿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换胎就需要去钻到车底下 然后去给他打千斤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师傅 就是二话没说 然后钻到车下面 然后去干活 当时就觉得他就像一个英雄一样 2015年9月3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 一群兵工人 远在千里之外的办公楼里 怀着激动的心情 看着自己设计与试验的 新型八成八轮式步战车 驶过天安门前 接受检阅 从革命战争年代走来的人民兵工 以对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 孕育了听党话 跟党走 把一切献给党的崇高信仰 锻炼了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开拓进取 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 赋予了人民兵工独有的精神内涵 这种精神既是人民兵工 闭露蓝绿的历史写照 更是引领人民兵工 面向未来创新发展的力量源泉 把一切献给党的红色基因 在兵工人的血液里流淌 传承 发扬 激励着兵工人用实际行动 全是对党的绝对忠诚 对党的绝对忠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